最后的建议 先读轮语 因为轮语是家常变换 但是轮语我们都经常读错了 第一句话就读错了 学而时习之 不是学了以后 要温习要复习 绝对不是 我们就这句话解释错 害死小孩很不想读书 我会写的 叫我写一百个字 你略带我吗 你老实在写一百个字给我看看 那解释错了 那个习是习惯 学了以后要去做 做到变成你的习惯 你才回那 你看第一句话就搞错了 把论语先读好 然后再读《易经》 其实《易经》是非常容易的 我有本薄薄的书 叫《易经》真的很容易 你就要看个五遍 后面都懂 因为以前没有铺垫 以前没有基础 一打开就是 前缘和力争 没有一个字看得懂 不晓得他讲什么 其实很简单 《易经》它就是两个符号变得变句而已 它完全是数学排列组合 非常简单的事情 不要上当 最后才读《道德经》 因为《道德经》跟相对论 是人类最难的两部书 《道德经》 其实你如果有机会问老子的话 他会告诉你 老子跟孔子所讲的话 是一模一样 他是站在不同的角度来讲 我说得清楚一点 老子跟孔子都在讲《易经》的道理 一个从这边讲 一个从那边讲 一个从阳面讲 一个从阴面讲 所以老子是月亮 孔子是太阳 孔子说你要走正道 老子说你不要不走正道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但是老子很厉害 老子见什么破什么 《道可道》就是把《道》破掉 《明可明》就把《明》破掉 你看我们现在一讲到汽车 每个人所想象的汽车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明可明》非常明 本来就不应该有名字的 是很勉强 不得不给他名字 而这个名字 一旦有名字 他就很窄小 就很固定 他就无法概括同类的东西 最后他连鬼神都破掉 所以把他成为这个 太上老君事在讲 很冤枉他 他是天地人鬼神 通通破关关 有什么破什么 有什么破什么 他比佛教高明多了 佛教只告诉你 不执着不执着 他是见什么破什么 要好好去读一读